人际偶像吴亦凡 8月30日被金豹和女网红路易露娜 实质紧扣返回寓所的视频 令恋情曝光 之后更有两人的聊天视频 以及语音聊天爆出 但事发后 吴亦凡方面一直未有做出回应 而女方就不断否认 8月31日下午15点17分 路易露娜再在个人微博中发文 称 一直很尊重吴老师 没交往 没视频 没故事 正是否认和吴亦凡在谈恋爱 不少网友对于路易露娜的发言 都表示很不满 纷纷表示都拉手了 还说没故事 等借着吴亦凡的名气红了 才去澄清 而路易露娜的微博粉丝 也迅速涨到了154万 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我人 我今天有点不太好看 我要上台了 你要上台了 多喝热水 好的 我现在不太好看 不好意思 你看就是不打了呗 嗯 嗯 那你回我信息吧一会儿 我呀 我在看电视剧 你看完 那你看完 所以上台 你干嘛这么凶啊 你不是要上台了吗 那你一直不回信息啊 我那个 我自尿啊 我自尿 哦 哦 好吧 好 那那那那那你上台 呀 你看不到了 那你上台吧 上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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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流出的吴亦凡跟路易露娜的聊天视频 可以看得到 吴亦凡对路易露娜的态度非常热情 反而是路易露娜却以我今天不太好看 婉拒了跟吴亦凡的视频聊天 而且又以自己在看电视剧为由 对回吴亦凡信息 这件那么简单但非常重要的事情表示 我尽量 看得到两人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正式发展成为恋人的关系 而且路易露娜对吴亦凡的追求欲情顾重 而对话完毕后 听到按下结束录制的声音 路易露娜明显对于能够被吴亦凡看上 而非常珍惜 当作纪念也好 证据也好 也显示出路易露娜对吴亦凡的宠信 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段两人第一次要见面的录音 当时吴亦凡显得特别轻松 而路易露娜就变得非常激动 这一次 路易露娜知道吴亦凡不是闹着玩 终于露出了不可置信的态度 而他们对话的情景 跟流出的牵手视频 在情节上是完全可以对得上 而这段语音聊天跟视频聊天一样 也被路易露娜给录了下来 路易露娜曾经语带讽刺的否认 视频跟音频是自己所为 反抢换个喉手机 跟找个好声哟就可以做得到 不过视频当中的的确是吴亦凡本人 而且两人连约会的视频都被拍到了 到了这种份上还以这种态度公开否认 反而败光了路易露娜的人品 令更多人相信跟吴亦凡的约会之所以被拍 根本是路易露娜有意为之 由于吴亦凡方面一直没有澄清 因此大家都认为 他根本还没有认定跟路易露娜的关系 加上路易露娜在整件事件中的操作 反而加速了吴亦凡对他的疏远 因此两人的分手也是正常的事情 而很多粉丝都认为 吴亦凡要交女朋友可以 但最好交圈内的 这样哪怕被爆出恋情 也不会对偶像的形象有很大影响 像路易露娜这种非圈内的素人 因为没有经济公司的约束跟管理 很容易会因为某些目的而给吴亦凡设套 好像这一次的事件 就足以令吴亦凡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